日日向雍林社区发展设计 推动社区应做的工作很多当务 主要以传播剂港帝 大冬社区的基民 重视社区传播国务的工作 另外还有北冠的国家团 武斗班团给社区的向行政 今年参加南岛管政府 社务处的社区并感工作 在到兵姓委员的困点 毕竟希望透过社区工作 提心老人照顾 日日向雍林社区的范围 包括新生村、大岸村 老人人口比例很大 社区理事长表示 因为少年人口多留 要推动社区应做的工作非常的挑战 我们是做了很多 但是书面的呈现 我们真的会比较缺乏这个人才 未来我们如果有 县府有说要培训这边的人才的话 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志工去做培训 把书面的资料做好 然后云端就是也很困难做 当然云端会是一目了难的事情 为了要担当社区的发展和建设 推动社区应做工作 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 虽然社区在文西处理的方面较弱 但是社区的向心力真凶 我想大家都很 那个灵击力很够 大家民众之间社区的居民 大家对这个协会 大家都会有一种灵击力 那理事长跟这些社区的理建设 大家也很有心要去经营 要去发展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能量 最好的动力 免任社区高临化的问题 社区在老人照顾方面 投入很多的心力 让社区发展的目标 更加明確 在我们的新城村 以及我们的大宴村的长辈 都会来这边 参与我们的十字据点的服务 以及我们的社区 也有在做我们的清洁 像那个假日的守望翔助队 他们也都来做我们的社区的清洁 让我们的社区能够改变 为了要让社区发肥更多光量 在香港所专业协助社区的推动 过去我们感谢社务署 给我们的服务推动 这次养任社区 在里面参加到产业 评件以外 也参加到这次 我们的相关的社区变感 那主要养任社区 经过的服务以后 我们的担加到十字据点 还有相关的扩典在我们里面进行 以外另外我们三个部份 部份的这个店家 因为我们社区 广东来推电 很主要是我们有这个 尚服务的这个 红茶推广中心另外 我们也有日月做的 咖啡推展的所在 可以说过去 某某无名的一个小所在 很主要是三业 也能说渐渐的发展 雍令社区推动社区 感受非常的用心 在到平心委员的近乘 未来希望透过社区工作 提升老人照顾 加共社区文西处理的工作 继续欢迎参考报导 老人照顾